为什么有些男人在外面猴行八道 在家里怕老婆 也不是说他怕老婆吧 就比较同老婆吧 听他老婆的 可能就是爱他呗 就是说他真心的对他的老婆嘛 所以说才会听他的话 我觉得一般男孩子 因为在外面的嘛 就是有时候会工作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要强势一点会比较好 但是在家的话可能就是 如果是自己很喜欢的人的话 我觉得疼一点还是比较好的 这不叫怕老婆我觉得 就是只能说是喜欢 就是另外一种爱嘛 然后就会更呵护一点 我觉得我和他觉得都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男孩子在外面 可能比较自动面子吧 然后在家里的话 比较喜欢 就相当于一种爱吧 然后也不算怕老婆吧 就属于那种夫妻之间 一种那个尊重 然后在外面的话 就男孩子的天性嘛 就比较霸道一点 就正常 而这种男人就比较顾家吧 就比较爱老婆 那在外面就可以和谁霸道一下 在外面主要强势一点 显得比较厉害一点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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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